说在安和县二十里的地方 有一个小镇子 此地一山傍水 风景秀丽 因此得名秀水镇 由于秀水镇离县城比较远 再加上道路泥泞不堪 所以小镇里的人全都民风淳朴 热情好客 只要看到有人到小镇上来了 都会表现得非常的高兴 纷纷请他到自己家中吃饭 而在这个小镇上就有一个屠夫 是被小镇上的人从小养到大的 小镇里的人都叫他为赵屠夫 赵屠夫在很小的时候 是顺着秀水镇里的河流一直留下来的 当时秀水镇里的一个老农夫 捡到了赵屠夫 可把这老 老农夫给惊讶坏了 他当即带到了镇长那里 请求镇长帮忙处理此事 要知道赵屠夫当时在一个小竹篮当中哭得哇哇大叫 镇长看到赵屠夫的表现之后 沉默片刻便把镇上的人都叫到了自己的家中 让众人商量商量该如何处理这个可怜的孩子 镇上的人来了之后 看到赵屠夫 有的说把赵屠夫送到刘牧将家中 有的说要把赵屠夫收到自己的膝下 可是说过来说过去 没有一个说要把赵屠夫扔出去的 可见当地的民风是多么的纯朴 镇长看到这个情况 西维帝点了点头 随后站起了身来 对着众人说道 这孩子每家每户都想要抚养 可是你们忘记了 咱们镇上有一个老屠夫 这么多年了 一直没有成亲 也没有子嗣 咱们把这个小孩放到他的家中 这老屠夫虽说家境贫寒 但是每个人伸出援手帮上一把 把这小孩给抚养长大不就行了吗 众人听了之后想了想 老屠夫要是晚年之后没有人抚养 那该有多可怜呢 于是就把赵屠夫放到了老屠夫的家中抚养 所幸的是 老屠夫对赵屠夫特别上心 平日之中 若是碰到赵屠夫饿了可了 还会给赵屠夫买一些牛奶之类的补补营养 如果不知道的 还以为赵屠夫是老屠夫的亲生儿子呢 等到赵屠夫四五岁大的时候 老屠夫便带着赵屠夫到屠宰铺中忙活 让他熟悉熟悉屠宰铺里的活 说来也是特别奇怪 一般的孩子闻到血腥味都会头晕目现 恶心不已 更有甚者晕倒在了地上 而赵屠夫非但没有这些症状 反而精神奕奕地帮助老屠夫干一些屠宰铺的活 这让老屠夫觉得赵屠夫有屠宰牲畜的天赋 于是老屠夫在闲暇之余 便会给赵屠夫讲一些屠宰牲畜的药领之类的 而赵屠夫虽随说听不进去 但是也没有打瞌睡饭困不听话之类的 甚至有些时候还会问老屠夫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 这让老屠夫感觉到特别的欣慰 他觉得自己后继有人了 果不其然 在赵屠夫十岁的时候 便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老屠夫给他教的一些屠宰手艺 他两三天就全都掌握了 让老屠夫不禁连连称奇 本来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着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赵屠夫在十五岁的时候 老屠夫却因病病倒了 老屠夫在临死之前握住了赵屠夫的手 对赵屠夫说道 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已经坚持不住了 或许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了 我把我的屠宰手艺全都交给了你 而你也把他们掌握得特别的熟练 我特别高兴 但是我跟你说一个我临死之前才悟到的东西 你可千万要记住 做屠夫一定 更要善良 碰到一些有困难的小动物 一定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要不然的话 你只造杀孽 没有积德将会影响终身的 赵屠夫此时虽说不懂 但是仍旧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老屠夫说道 师父 我会把您的话记住的 虽说我现在还不太理解您的话 但是我相信我按照您所说的 终归有一天会不一样的 老屠夫看着赵屠夫对自己没有撒谎 欣慰地点了点头 随后居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缓缓地对赵屠夫说道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取其生子 你得答应我 在我去世之后 要尽快找一个妻子 知道吗 赵屠夫听到此话 没有犹豫 连忙点了点头 抽气着对老屠夫说道 师父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您说的事情 我答应您 我现在只希望您能够好起来 求求您了 说完之后 赵屠夫便哭泣起来 可是哭了一会儿之后 赵屠夫觉得老屠夫的手突然之间没了力气 他明白 老屠夫是彻底地离自己远去了 于是赵屠夫忍着悲痛 在乡里乡亲的帮助之下 把老屠夫给安葬了 再说老屠夫去世之后 赵屠夫把老屠夫在临终之前 对自己说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他也会在平日之中帮助一些小动物之类的 为自己积点福报 弥补自己的杀念 而另一方面 赵屠夫也托镇上的王媒婆帮自己看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女子 这天赵屠夫店里没有生意 便早早地关了门 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赵屠夫打算上山去捕捉些动物回来 给曾经帮过自己的街坊邻居分一些肉吃 就这样 赵屠夫拿着捕猎工具到山上捕猎去了 可是 由于赵屠夫只是一个屠夫 又不是猎户 碰到了许多动物 他都束手无策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忙活了大半天时间 赵屠夫有些灰心丧气了 便茫然地朝前面走着 就在这个时候 赵屠夫听到前面有嘻嘻索索的声音 便赶紧走上前去 想要看看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 赵屠夫靠近之后一看 却发现有一头身上有着好几道伤疤的灰狼 正在捕捉一只狐狸 这只狐狸长得特别可爱 两只大眼睛滴溜滴溜的 让人一看就觉得特别的心疼 赵屠夫看到小狐狸如此可爱 当下便决定让帮助小狐狸把灰狼给赶走 于是赵屠夫便拿出了自己手中的长刀 对着了那只灰狼 打算和灰狼决意死战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灰狼看到赵屠夫之后 居然灰溜溜的退走了 赵屠夫不由的心生奇怪 但是当时他也没有多想 便上前抱住了那只小狐狸 把小狐狸放在自己的怀中 轻轻地摸着小狐狸的小爪子 对小狐狸说道 你长得这么可爱 为什么那只大灰狼要攻击你呢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措施 那只小狐狸仿佛听懂人话似的 连忙摇了摇头 叽叽呜呜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赵屠夫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被逗得哈哈大叫 他摸了摸那只小狐狸的头 对小狐狸说道 你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傻了 再被他人给抓住 明白了吗 说完之后 赵屠夫便把小狐狸给放走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只小狐狸居然回过了头 又跑到了赵屠夫的脚边 死死地抓住了赵屠夫的裤脚 根本不愿意离开 赵屠夫连忙蹲下身子 使出了浑身解数 想要把那只小狐狸弄 放开自己的身边 可是由于小狐狸极其灵巧 赵屠夫把这只小狐狸 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 所以只能让这只小狐狸 跟在自己的身边 可是自从赵屠夫 把小狐狸带在身边之后 随后他就捕捉了一只成年的鹿 这可把赵屠夫给高兴坏了 赵屠夫连忙把这只鹿带回了自己的家中 把这只鹿屠宰了之后 给每家每户都分了一些肉 当赵屠夫拿着鹿肉到王媒婆家中的时候 就看到王媒婆急急忙忙的收拾东西 朝外面走 赵屠夫心生好奇 就对王媒婆说道 王婶子 你这急急忙忙的要去哪里 王媒婆早急出门 头也没抬便对赵屠夫说道 我要去赵屠夫家中给他去说没 我给他找了一个贤良舒德的女子 赵屠夫听完之后高兴坏了 连忙对王媒婆说道 王婶子 你抬起头来 看看我是谁 王媒婆转头看到赵屠夫 立马换上了一张笑脸 对赵屠夫说道 小赵啊 我可给你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咱们小镇上的酒鬼二狗你知道吧 赵屠夫点了点头 对王媒婆说道 王婶子 你要把这二狗介绍给我 我不喜欢男的 王媒婆用手敲了敲赵屠夫的头 对赵屠夫说道 在你的心里 婶子就会做出这些事情是吧 别打伤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原来酒鬼二狗有一个漂亮的闺女 名叫小蓝 这小蓝长得如花似玉 美貌动人 在闲暇之余 还会帮助其他人洗洗衣服 可谓是特别的贤惠 秀水镇想要娶小蓝为妻的人数不胜数 想到这里的时候 赵屠夫心中就有些好奇 对王媒婆说道 咱们小镇上的年轻小伙子那么多 为什么小蓝偏偏就喜欢我呢 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 王媒婆听到赵屠夫的问话之后 眼神闪闪躲躲的对赵屠夫说道 小赵啊 你还不相信我的话 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的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赵屠夫听了王媒婆的话之后 这才点了点头 答应了 王媒婆说的这门亲事 转身便回到了家中 再说 王媒婆看着赵屠夫走了之后 也不知道该不该和赵屠夫说这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 王媒婆家的门又被敲响了 而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赵屠夫身边的那只小狐狸 却一直留在屋顶 把他们说的话 听了一个一清二楚 第二天的时候 王媒婆带着小蓝 来到了赵屠夫的家中 对赵屠夫说道 你们两个这算是第一次见面 一定要好好地聊一聊 了解一下彼此的情况 王媒婆说完之后 转身便离开了 赵屠夫也不是一个迂腐之人 当即便拿出了自己 早已经准备好的水果之类的东西 和小蓝聊了起来 经过交谈得知 小蓝是认为赵屠夫 有一个精妙绝伦的屠宰手艺 不光是这样 干活做事还特别的踏实 于是选择了赵屠夫 作为自己的夫婿 赵屠夫听完小蓝的话之后 不知道该如何回话 于是羞红着脸低下了头 可在赵屠夫低下头的时候 完全没注意到 小蓝厌恶地看着赵屠夫的表情 而这一切 却被赵屠夫身边的小狐狸给看到了 再到后来 在小蓝的父亲二狗和媒婆的主持之下 二人就打算在半个月之后变成亲 这一天 赵屠夫在家中待着 一想到自己就要和如花似玉的小蓝成亲了 高兴得合不拢嘴 就在这个时候 那只小狐狸却咬住了赵屠夫的遗袖 朝着门口走去 赵屠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把小狐狸抱起来放在了自己的脚边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狐狸又坐了起来 并且又咬住了遗袖 朝着门口的方向走去 赵屠夫看到这个情况 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便跟着小狐狸走了 大概走了一个时辰之后 赵屠夫看到了小蓝的家 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 不知道小狐狸为什么拉自己来到此地 但是既然已经来了 赵屠夫也就没有再多想什么 当即拿出了自己衣服里的钱 到附近买了一点水果 走到了小蓝家门口 打算敲门 就在这 这个时候 赵屠夫突然听见了里面有打砸东西的声音 赵屠夫心里着急 便一脚踹开了小蓝家的门 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小蓝跟前 对小蓝说道 小蓝 你没事吧 可是谁知道小蓝却转过头 恶狠狠地盯着赵屠夫 对赵屠夫说道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这个屠夫做着最下等的活 却要娶我为妻 我才不想嫁给你呢 听到这句话之后 赵屠夫立马就愣住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小蓝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 他当即便抓住了小蓝的肩膀 一把转过了小蓝的脸 对小蓝说道 你刚才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小蓝点了点头 嘴中喃喃说道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 我不想和和你在一起 说完之后便蹲在地上 呜呜地哭了起来 赵屠夫听到小蓝承认之后 转过了身子 便离了死地 当天晚上的时候 赵屠夫正在家中吃饭 突然看到王媒婆带着小蓝来到了家中 赵屠夫立马板起脸对王媒婆说道 如果你是来当说客的话 那就请你出去吧 我和她已经不可能了 王媒婆听完之后 连忙对赵屠夫说道 小赵 你可别这么绝情 你知道小蓝下午的时候 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举动 说出那些话呢 赵屠夫冷笑一声 看着小蓝对王媒婆说道 难不成她还有什么难 眼之眼吗 这个时候 直接小蓝来到了赵屠夫的跟前 对赵屠夫说道 你知道 我的父亲是镇子上有名的酒鬼二狗 他整天除了喝酒 什么也不管 就连你我的事情 都是我找王婶子看的 和他没有丝毫的关系 我今天下午对你说出这些话 都是因为我的父亲逼着我 让我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 我心里烦躁 才会对你胡言乱语的 赵屠夫听到这里的时候 对小蓝说道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 能不能好好对我说 我们立马就要成亲了 我想帮着你一起分担 小蓝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对赵屠夫说道 好的 我答应你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有什么事情 都会和你说的 王媒婆看着二人重归于好 高兴地合不拢嘴 口中南南说道 这一对有情人忠诚眷属了 就在成亲的前一天晚上 赵屠夫兴奋的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直到天亮的时候 才缓缓地睡了过去 就在赵屠夫刚刚睡着的时候 却突然梦到了自己身边的那只小狐狸 那只小狐狸蹦蹦跳跳的 来到了赵屠夫跟前 对赵屠夫说道 快逃 千万不要成亲 洞房之夜就是你生死之时 相信我的话 他们就是想要把你的房子和屠宰铺给卖掉 然后换酒喝 明天晚上你可千万不要喝杯中之酒 你可千万要记住 赵屠夫刚想对小狐狸说 说些什么 这小狐狸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赵屠夫也随之醒了过来 他知道自己曾经救过小狐狸的性命 小狐狸肯定不会害他的 于是便把小狐狸说的话放在了自己的心中 当日成亲之前 赵屠夫便请了当地的镇长来到自己的洞房之内躲藏起来 让镇长为自己作证 很快的成亲的仪式就结束了 到了洞房的时候 赵屠夫背后藏着一把杀猪刀 缓缓地走进了洞房之中 看着小狸盖着红盖头的身影 心中突然觉得特别的可怕 于是赵屠夫走进洞房之后 便口中喃喃说道 小狸 我们两个相识也有一段时间了 我也没有跟你讲过我的事情 我和你讲一讲吧 小狸点了点头 只听赵屠夫说道 你可知道 我的想法是在临终之前 把这些田产店铺全都分配给镇上的人 能卖的卖掉 换成钱分给大家 如果换不成钱的 那就看谁家有需要 便给大家做慈善 给他们用 你觉得怎么样呢 小兰听后 立马扯下了自己头上的红盖头 怒气冲冲地对赵屠夫说道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如果你家的所有东西 你死之后都要分配给镇上的所有人 那我嫁给你究竟为什么 赵屠夫听完此话之后 冷冷一笑 对小兰说道 你知道咱们秀水镇中 要如何惩治谋财害命之徒吗 小兰听了之后 有些明白了赵屠夫的做法 便朗声说道 你说我谋财害命 你有证据吗 说完之后便看着赵屠夫 赵屠夫听完之后 呵呵一笑 拍了拍手 朝着屏风后面鞠了一躬 口中喃喃说道 镇长还有各位乡亲们 请你们出来见证一下 小兰随即就看到镇长 在众位乡亲的搀扶之下 慢慢地走了出来 只不过此时的小兰 还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只听赵屠夫缓缓地说道 那你有本事 把桌上你准备的 这两杯浇杯酒全都给喝了 小兰听完之后 脸色大变 灯灯灯后退了好几步 随后颓然地低下了头对镇长 说道镇长 我错了 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 还请您惩罚我吧 镇长听了 挑了挑眉毛 对小兰说道 你知道惩罚的力度有多重吗 你就敢接受惩罚 真是不知者不畏 小兰听了之后 挖的一声哭了起来 口中喃喃说道 我现在活着还不如死了 你就满足我吧 镇长点了点头 同意了小兰的请求 在小兰被沉堂之后 小兰的父亲二狗 也因为此时变得疯疯癫癫的 而当初介绍小兰 给赵屠夫的那个媒婆 也因为此时名声受挫 没有多少人找她说媒 众人都说她心都坏了 而赵屠夫好长时间 都没有缓过境来 知道有 有一天 他救了一位长相一般的女子 但是这位女子特别的爱她 为了赵屠夫 甚至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 赵屠夫后来 也和这个女子走到了一起 二人成亲之后 从来没有红过脸 吵过架 可谓是非常的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 那只小狐狸 在陪伴着赵屠夫接近十年时间之后 离开了赵屠夫的家中 临走之前 小狐狸带着赵屠夫来到了一处洞穴 洞穴之中全都是金子 赵屠夫也因此发家致富 过上了富贵太平的日子 编者的话 赵屠夫虽说小的时候 并没有父母在身边 但是由老屠夫在身边 正确地教导她 对于赵屠夫来说 也是足够的 不光让她救助了小狐狸 让自己躲过了一劫 还找到了自己的妻子 真的是善有善报 各位看官朋友们 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 多行善举 记住一句话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善举终归会有善报的